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 长期以来 国内外学术界都以冶金术 文字以及城市的出现 作为判定是否进入文明阶段的三要素标准 参照这个标准 中国史学界往往把下朝的建立 作为中华文明的肇事 而把早于下朝的历史时期 解读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 这种看法并非现在才有的 我国古代的史官在驻史立传时 也常将下朝作为划分界限 比如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史记》 以下本记作为王朝开端 而将下之前的历史概述为五帝 并且特别著名 学者多称五帝上义 百家言皇帝 其文不雅逊 见身先称难言之 显然在司马迁看来 五帝不是一个政权的名字 只是几位英雄人物的统称 而且就五帝本身而言 又存在诸多不可确信的成分 不过即便是在中国史学界公认的 国家文明开端下朝 在国际社会 特别是西方社会中 也并未得到承认 比如英国世界历史百科全书官网 在描述下朝时 是这样说的 今天 许多学者仍然认为 下朝是一个神话 但似乎无法解释 为什么发现的物证 与他们的说法相悖 那些认为下朝是现实的人 也处于同样的劣势 因为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处一指被发现 是属于下朝的 这段文字描述 相较而言 已经是非常可观了 现瞧中国上古史 以下代历史和上代历史的 可靠性不一样为由 甚至都没有设下朝章节 也许有朋友看到这里 会提出疑问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 不是在河南掩尸 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吗 这难道不是下朝的物证 二里头遗址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被考古发现的头二十年里 始终是被当作 商朝的西伯来看待的 直到一九八三年 掩尸商城被发现后 二里头下都说 或肩跨下商说 才逐渐得到学者的认可 此后 考古学界的泰斗邹恒先生 通过对商文化的系统研究 辨识出二里头文化系统 和河北的先商文化系统 存在文化面貌上的显著差别 而前者在时间上 要早于后者 最终得出 二里头文化 以至四期为夏文化的结论 由此 二里头是夏朝晚期都议 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 但二里头遗址 同样存在一个最大的短板 至今没有自证其是夏朝遗存的文物出土 包括文字 或任何可能与某位夏朝君主 存在直接关联的遗物 就连夏商周断带工程报告 在论证二里头遗址性质时 也只能采取旁证法 首先 二里头遗址的地理位置 与文献所载 真寻的帝望相符合 其次 二里头遗址的延续时间 和真寻作为夏代都议的历史相符合 正是由于这种先天不足 导致了西方 所有涉及介绍中国历史的文献中 对夏朝的描述 都不免使用了传说 神话等字样 或者干脆一笔带过 着重从商朝开始 比如上面提到的 剑桥中国上古尺 如果夏朝不被承认 那么在西方的眼中 我们的文明史 岂不是无端少了一千年 只能上诉到 距今只有三千多年的商朝 2019年7月6日 在阿塞白江首都巴库举行的 第43届世界遗产理事会大会上 梁祖古城正式进入了 世界遗产名录 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评审专家在解释 梁祖入选的原因时 用了如下阐述 梁祖古城遗址 展示了一个存在于 中国新时期晚期的 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 并存在社会分化 和统一信仰体系的 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 印证了长江流域 对中国文明起源的 杰出贡献 由于梁祖文明 起源于距今5300年 基于此 梁祖一旨成为 时政中华 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 要知道 这可是国家官方层面的表述 并非出自 某位学者的一家之言 但是问题也来了 梁祖这个古国政权 在我国古代文献当中 没有任何记载 他在距今5300年左右 突然兴盛 又在距今4300年时 骤然衰亡 二里头一旨 还能按照二重证据法 去和文献记载中的 夏王朝比复 梁祖在这块 则完全是空白 甚至就连梁祖这个名字 都是现代人旗的 梁祖人恐怕不会称 自己的国家为梁祖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距今4000年的夏朝 不被希望所承认 反倒是距今5000年的梁祖文明 却得到了世界认可呢 首先是夏朝和梁祖概念上的不同 前者是一个自称性质的政治概念 而后者则是他称性质的考古学名词 所以想要证明梁祖 进入国家文明阶段 只要罗列考古所呈现出的文明要素即可 但想要证明夏朝存在 不仅要拿出考古发现 还得证明这些考古发现 就是夏朝的遗存 而上文已述 二厘头遗址恰恰缺少 同夏建立某种关联的直接证据 也就是说 二厘头遗址作为一处考古学遗存 同样可以拿来证实 在距今3700年的河南 存在一个广域王权政治尸体 事实上 洛阳在2023年正在积极筹备 推进二厘头遗址 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但如果想要证实 二厘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遗存 缺少一锤定音的证据 其次 是梁祖自身所展现出的 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梁祖古城的外城面积 是620万平方米 相当于8.6个故宫 内城面积300万平方米 相当于4个故宫 内城中还修建了长630米 宽450米的贵族居住区 相当于40个足球场 而为了防止梁祖古城 被随时可能倒来的洪水侵袭 梁祖人在古城周围 还修筑了长达十几公里的水坝 据估算 户居面积相当于两个西湖大小 如此庞大的工程 所需要的工程量 约等于3600万个劳动日 换言之 如果是十万人同时劳作的话 也需要至少一年以上才能完工 梁祖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 具备一个自上而下 可以有效调动社会资源的权力机构 第二 具备庞大的农业生产能力 足以供给十万人一年或一万人十年的脱产劳动 但奇怪的是 梁祖古城内却并没有发现农业生产的迹象 反倒是在长江下游的上海苏南 发现若干梁祖文化的次级聚落 有农业遗存 这说明梁祖的统治者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极行政管理体系 由基层负责供给都城所需要的粮食等经济资源 俨然是个高度复杂化的国家政权 所以梁祖文明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可 是由铁证作为支撑的 需要指出的是 梁祖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时政 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 也并不意味着在距今五千年这个时间节点上 我国只有两组一处闪光点 现在的考古发现证实 在距今一万年左右 我国的北方和长江中下游 就分别产生了以栽培素和水稻 两种农作物的定居农耕经济形态 在距今八千年的河南舞阳甲乎一致中 发现了数十座房址和数百座墓葬 出土墓葬中发现了隋葬绿松石装饰和硅甲客服 有些符号甚至和殷墓出土的甲骨文颇为相似 在距今六千年的湖南里县城头山一致 发现了面积九万平方米的军事城址 内部设有大型的祭坛 建筑机址 道路以及完整的排水系统 在距今五千八百年的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 发现了一处隋葬近百件隋葬品的古墓 这也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贫富分化悬殊的墓葬 而到了距今五千三百年 也就是两种文明兴起的同时 全国各地的区域性文明可谓遍地开花 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 出土了代表中国图腾信仰的玉石龙 河南郑州发现的双槐树遗址 被证属于都一性质的中心聚落 安徽寒山灵家探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 大型聚落祭祀区和牧藏区的严格划分 暗示这里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化 如此多的区域文明起源 他们之间究竟是通过怎样的互动交流 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呢 在形成过程中 谁又是其中主要的文明驱动者呢 这个问题可谓相当复杂 毕竟许多遗址的考古发掘只有冰山一角 所以两组代表五千年 这个时间节点上的中华文明区深移 其实带有很多的偶然性 正如中华文明探员工程首席专家王威笑称 我们当时就把宝压在了梁主了 2016年6月13日 平均年龄89岁的四位考古专家 素白、谢陈生、黄景略、张忠培 集体向国家提议 关于梁主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标志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建议 一个月后得到批复 梁主深移上升为国家行为 而2023年陕西西州墓葬的考古发现 证实了国家的先见之名 根据陕西省宝基市考古研究所发掘报告显示 考古人员在西州一处公共墓地中 发现了彩绘陶器、玉丛等大量的 带有东方色彩的古代文化遗存 判断来自陶寺文化 而陶寺文化中的玉丛又是梁主文化的典型器物 接下来结合新旧考古发现 来对上面的这段文字做个解读 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梁主文化 经江苏海岸、徐州新移 北上进入大问口文化势力范围的路径 比如徐州新移花庭遗址 就同时出现了梁主文化玉丛和大问口文化 诸夏和随葬的情况 经X设限定量法测试 华庭遗址中的大问口和梁主文化 淘气残片产自不同地区 说明大问口文化区域内的梁主因素 不是文化交流的产物 而是梁主人直接北上的结果 梁主人的北上 不仅导致大问口文化中 大量出现梁主文化因素 也迫使原本固属海带地区的 大问口部分族群西签 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瑶帝族群 山西临闻的陶寺遗址 在考古学界被公认为瑶的遗存 但奇怪的是 陶寺文化早中期普遍流行诸古随葬 是典型的大问口文化习俗 而整个近南地区 在陶寺文化兴起之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 都没有该墓葬习俗 事实上 史书对瑶帝史丰帝的记载 也不在近南 而在陶帝 也就是山东定陶 属于典型的大问口文化区 随后才西迁进入山西境内 结合陕西宝西西州墓葬的 考古发现的原子陶寺的 梁主系玉器 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正是梁主人的大规模北境 搅动了整个华夏文明圈 原本是具海带的大问口族群被迫西迁 与当地的庙迪沟文化结合 催生出龙山文化 从此 前二里头遗址 殷墟一址 甚至包括三星堆一址出土的 大量梁主系玉丛 再到新近发现的西州墓葬中 同样存在的梁主玉文化因素 可以说 梁主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 的确起到了主催动器的作用 造就了以欲为中心载体的 早期中华文明 梁主代表五千年这个节点上 成为中华文明的圣地 实至名归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